2024年的短租房行情会是怎么样 2023年总体短租房的行情怎么样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AirDNA 在1月23日发布的全美短租房市场报告 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我是Jason 我全职管理短租房 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其他地方管理60几个房源 2023年总体来讲 短租房的市场是越来越大的 大家对短租房的需求还是很高 2023年短租房的入住总天数 要比2022年增长了4.3% 约定天数增长了11.5% 那这个是需求方面 2023年全美短租房的收入总和高达640亿美金 那短租房的市场是越来越大 但是与此同时 大家都感受到这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可以约定的房源高达164万个 那比2022年增长了14.3% 那你看啊 这个需求增长4.3% 供给增长14.3% 那就意味着大家的入住率是会下降的 那2023年入住率相比就2022年下降了5.8% 甚至比疫情前的2019年的入住率还低了0.6% 那每晚的价格在2023年平均也下降了2.4% 所以这个衡量大家收入的指标 REVPAR 就是综合了每晚价格和入住率的这个指标 是在2023年下降了8.1% 那目前的情况 AirDNA报告的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供给和需求基本上算是平衡了 我们来看这个入住率的图 我们如果把每一年的入住率曲线都放在一起 最初的那个呢是2023年 那你看2023年在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就开局不利 它的入住率跟前几年相比都是最低的 一直到了3月份 3月份有个Spring Break 应该是入住率回升了的 但是回升没有特别的快 甚至于比2019年的入住率都低很多 那更加不用说2021年2022年了 那到了六七月份旺季的时候 终于是慢慢追上了2019年的入住率 只比2022年要低一些 当然了已经回不回去那个2021年的巅峰水平了 那到了8月份忘记一过 这个入住率下降的又比前几年更厉害 又比不上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了 那这个时候房东们就懵了 忘记一过就没生意了 前几年都还有一个忘记之后的余热 虽然生意会下降 但不至于说下降的那么快 这次说凉就凉了 到了10月份一直到12月份 房东们的心已经凉透了时候 这个入住率基本上就是跟2019年的入住率支平了 这样不温不火 2023年也就过去了 大家这个时候一回去算账 就会发现2023年的收入 比2022年的收入要低一个10% 20%都是很普遍的 那这个时候很自然的 有些房东就不干了 这个收入这个付出 那还不如长途租住去算了 那剩下来那些房东的算是坚持了下来 但同时也接受了一个现实 就是这个收入 有可能就是这样了 那个2021年疯狂的 报复性旅游的时代就已经过去了 那么2024年AirDNA是怎么样预测的呢 那AirDNA通过看现在的预定情况 觉得需求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复国节春假 再加上今年有个日全时 需求相比较2022年预计是高8% 那它是跟2022年比 所以基本上是跟2023年持平的意思 供给的速度在减慢 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 所以2024年短租房的生意会怎么样 主要是看2024年 大家消费者的信心 以及整个经济的情况 那2024年还值不值得做Airbnb 做短租房呢 我觉得最尴尬的情况 是犹豫不决徘徊 就在做短租和做长租之间犹豫 在卖房和不卖房之间在犹豫 这个是属于最尴尬的状态 就比如说想做短租房 想试个水 但又不敢投入太多 所以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做 然后可能放一些最基本的家具 手机拍两张照片就上线了 这个状态的房子 在前几年可能做短租还行 还是会有一些收入 但是现在竞争激烈了 这样的房子很容易就没有入住率 那就只能靠降价 去吸引更加多的客人 降价完了之后 会吸引到一些素质不怎么样的客人 那这样做了一段时间 发现收入也不行 体验也很差 同时看着市场的长租租金那么高 然后转手再去做长租 又发现长租的租金 也没有想到中那么高 租金挂在那儿 发现来的人素质也不好 卫巡量也不大 你也得把长租度租金再降个价 才能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房客 然后租金再跟短租房相比 又觉得短租房比较好 这样在犹豫徘徊 折腾的过程当中 耗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倒不如就果断的选一条路 然后把它走下去 比如说我要做短租 那就好好的做 把房源弄得漂漂亮亮的 设施补给品都弄得很齐全 时间越长 房源越完善 慢慢才有可能打造出一个小型印钞机的效果 或者就果断的选择 我要长租 然后省心省力 那如果你有一个房子 在犹豫要不要做短租 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不是个做短租 我可以给你免费的咨询 你可以发郁秒到这个邮箱 著名代管理咨询 我会马上联系你 如果你想了解 哪一种房子做短租收益最高 可以看这一期视频 为大家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 我是Jason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